字幕君 李宗盛 字幕君 李宗盛 李宗盛 嘿嘿嘿嘿嘿嘿嘿 或者很多人已經看過上一次的影片了 雖然從大家的反應可以知道 這個裝置對大家來說已經不陌生了 不過由好趣幾日到目前為止 都沒有出現過任何一條長順的教學 去教大家怎樣做這個裝置 而我自己在很久之前已經想弄的了 就是因為最近在街上看到 所以就想起了 所以當我想清楚怎樣弄之後 也都一邊弄一邊拍攝 長進的製作過程給大家看 雖然要明白原理很簡單 但真正做起來就不是大家所想像中那麼簡單 首先這些就是必須有的五種材料 有的軟身膠喉 潛水泵 透明的硬膠喉 熱溶膠窗 還有當然還有水龍頭 有些觀眾說是用玻璃管 其實用玻璃管有很多問題和限制 玻璃和水之間的磨擦低 令到水可以充分發揮耐聚力 水在流動的過程會聚成一勢速 整條管就要外露了 只是這個問題已經很難解決 所以一定要用透明膠喉 買材料的時候記得當場量度物料的粗幼大小 尤其是水龍頭和透明膠喉之間的粗幼差異 更加是成功的關鍵 相差太多或太少都會失敗 接下來大家所看到的差某數字 都是我目前所用的 潛水泵出水的位置 也強烈建議給透明膠喉大一點 最好可以剛剛好把透明膠喉塞進去 最好用熱熔膠貼好 讓它不會在外圍漏水就OK了 現在我們測試潛水泵出水的情況 看看出水位有沒有完全封好 封好了就可以繼續了 水龍頭有建議去五金行買洗機的水龍頭 那款就是最便宜也最容易買到的 因為水龍頭很重的 所以內部不能單靠熱熔膠或者AA膠 跟透明膠喉之間直接貼上 所以我們要借助這些幼膠喉的彈性和回彈力 將它放入水龍頭的出口內側的位置 建議幼膠喉的粗度 大概是水龍頭的出水位和透明膠喉的直徑差 這樣就可以被水龍頭直接套入透明膠喉上面 套緊之後 水因為沒有一個很好的出水位 它就會強烈在那區的壁出來 你就會看到一個失敗出水效果就像這樣 所以需要量度水龍頭的摺頭 實際遮蓋到透明膠喉 以及吐住右膠喉的位置之下 在這個範圍用戒刀戒回3至4個小孔 這些孔就是出水的位置 這樣就會有很好的排水口 膠喉的磨擦力也足夠令到水平均散步 並且完全包含透明膠喉 看起來就像水龍一樣 要注意的是在吐水龍頭的時候 要扶著透明膠喉 也不要過份用力地放進去 不然透明膠喉和潛水幫到黏合的位置 就很容易會掉出來 以上都成功的話 接著來就可以比較輕鬆 我選擇了一個薄身膠桶可以裝著 因為不想用電鑽也可以用這個戒刀戒孔 戒了一個孔就是用來塞電線 成功戒了孔之後 就可以扭開潛水泵的插頭 把電線拿出來 穿過之後就可以把電線放開到插頭裡面 固定潛水泵和電線的位置之後 就可以用熱溶膠 把那個孔四周封好 檢查完發現沒有漏水之後 放一些可以遮蓋潛水泵的裝飾之後 就大功告成 我用的是這種叫做魔星圖 又漂亮得來又可以減少水分流失 即使長時間開著裝置也好 都可以不需要補充水分 這條影片希望可以令一直想做這個裝置的朋友 可以明白到怎樣弄 亦都歡迎愛挑戰的朋友來弄 今集就來到這裡 再見 你真是識彈 你真是識彈